前两年玻尿酸的很爽 实际上它就是玻尿酸就很均匀 大家好 我是关注电商行业 一新研究赚钱机会的五环军 交出钞票获得美丽 这门钱色交易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上演 被誉为上帝黏土的玻尿酸 就像一支美丽的解药 被广泛应用于医美行业 相关报告指出 从2015年至今 中国的玻尿酸产品销售量 年复合增长率为19.2% 预计2021年将突破500吨 这相当于一个三口之家 8年的用水量 现在很多人打玻尿酸 然后鼻子就微微地变挺 然后也不会太over 与此同时 暴力的玻尿酸产业 正在疯狂收割你的钱包 根据CBN Data发布的 中国女性立体颜值洞察报告 玻尿酸注射是目前接受度 最高的医美消费项目 近六成的医美消费者 都做过这项手术 医美机构里 一支玻尿酸的价格 通常在3000到1万元不等 但是多个上市公司的招股数里显示 其成本只有30元 今年初 中国玻尿酸龙头企业 华西生物 推出了首个玻尿酸食品品牌 一时间 关于口服玻尿酸 是不是智商税的讨论 甚嚣成上 玻尿酸是如何走进我们的生活的 谁才是这场资本盛宴的最终引家 披着玻尿酸外衣的概念产品 到底是不是智商税 正是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 别忘了点赞支持一波 玻尿酸又叫透明智酸 天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 分布在眼睛 骨关节和皮肤 但每个人自身拥有的透明智酸 通常只有15克 且在25岁之后会逐渐流失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 玻尿酸能锁住自身质量1000倍的水分 而皱纹形成了一个根本原因 就是细胞之间透明智酸的减少 1934年 这种物质首次在牛眼中被提取出来 到了70年代 美国科学家开始从机罐中提取 并进行工艺化的提纯 但是机罐提取法产量太低 1000公斤的机罐 只能提取1公斤的透明智酸 到了90年代 中国开始进行微生物发酵法 生产透明智酸的研究 最终成功实现了高纯度 高品质 玻尿酸的大规模量产 玻尿酸的提取成本 从一公斤几万元 赚到了几千元 越来越多的人们 开始把它作为塑形填充剂 注射到整形者的面部 随着微生物发酵法 量产玻尿酸的技术被广泛运用 中国涌现出了一大批 玻尿酸原料生产企业 根据沙利文在2020年发布的 中国透明智酸行业市场研究报告 中国的玻尿酸原料总销量 占据全球销量的81% 前五大供应商 全部都是山东本土企业 他们占据了全球75%的玻尿酸销量 山东成了全球最大的 玻尿酸原料基地 说到这里 不得不提为商界大佬 被誉为玻尿酸女王的 华西生物董事长赵燕 2000年 已经靠着房地产 实现财富自由的赵燕 在北大EMBA的课堂上 检视了山东省 生物医药研究院的 郭学平教授 而郭学平所在的研究院 就是中国最早研发 玻尿酸技术的机构 学生物出身的他 通过郭学平的介绍 马上就认定 玻尿酸绝对是一个 能赚钱的行业 于是 赵燕迅速拿下了 当时玻尿酸企业 弗瑞达一半的股份 成立研发中心 聘请郭学平为首席科学家 接手公司后的第一年 就扭亏为盈 从一年亏损几十万 变成了税后利润300多万 随后 赵燕选择脱离福瑞达 独立运营 将公司改名为华西生物 2019年 华西生物正式登陆科创版 市值一度超过1000亿 2020年 赵燕以460亿身价 几身胡润女企业家榜 第12名 胡润百富榜第94名 玻尿酸这门生意有多赚钱 根据另一家 玻尿酸生产企业 爱美克的上市照股书 其八成营收 都是来自于两款产品 艾富莱和海体 虽然他们的单位成本 只有30元左右 但是中端的零售价格 甚至要达到上万元 如此暴力的背后 这中间的利润被谁赚去了 中国的玻尿酸产业 大体可以分为上游原料 中游生产和下游运用 上游也就是原材料供应商 它的毛利率有35% 而中游的玻尿酸生产企业 它的毛利率可以达到60%到90% 下游的销售终端 一般是医疗美容机构 他们的毛利率 也可以达到60%到75% 能达到这个毛利率的行业 确实不多见 所以说 玻尿酸是液体茅台 一点都不过分 目前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 第二大英美服务市场 英美服务市场总收入 由2014年的521亿元 增长到了如今的1384亿元 预计2021年的市场规模 将达到1727亿 根据华西生物最新公布的财报 2020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32亿元 同比增长39.61% 净利润同比增长10.5% 达到6.47亿元 伴随着国内英美市场的不断扩大 玻尿酸这门生意还会越做越大 与此同时 因为风险低 价格相对便宜 用于外用涂抹 主打补水保湿的玻尿酸产品 越来越受欢迎 2020年 天猫平台上的玻尿酸相关产品的GMV 达到近17亿 华西生物旗下的品牌 润百炎 在双十一当天的累计成交额 突破了2.5亿 和完美日记 华西子等品牌 一起成为16个成交额破亿的新品牌 我们觉得因为疫情 我们的小脸还起来了 大家在互联网工作的话 是有增长这种趋势的 但几我们来说的话 我们现在增长了两三倍 今年我们的计划 应该还是要三一番 通常情况下 玻尿酸在注射后 就能马上和面部组织结合 起到填充的作用 具有磁肝尖影的效果 但是这样的效果 只能维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因为诸如你体内的玻尿酸 会慢慢被人体吸收 脸部会逐渐恢复到 没有打针的状态 因此多数人会选择 反复注射玻尿酸 甚至会出现上瘾的可能 与此同时 很多网友开始分享 自己注射玻尿酸后的不良反应 医美专家往往不会告诉你 你注射进体内的玻尿酸里 其实还包含 一种用于延时代谢的人体胶连剂 它就像502胶水一样 用于维持体内玻尿酸的支撑力 虽然玻尿酸会在一年内 被人体吸收 但是用于延时代谢的人体胶连剂 则需要5-10年才会被人体代谢 而因为胶连剂残留 导致的整形悲剧 可能每天都在上演 华西生物营收的增长 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产品线的拓展 目前的华西生物 早已从单纯的原料产品 拓展到功能性护肤品 保健食品等领域 你以为玻尿酸只能用于 做医美或者外用 但是今年年初 华西生物率先推出了 博尿酸食品品牌黑铃 一时间 网络上对于食用 博尿酸是不是智商税的讨论 甚嚣成上 很多医学专家认为 博尿酸并不是人体 所必须的营养成分 通过功能性食品补充的意义 其实并不大 而华西生物 主打护肝养胃 美白抗氧化的功效 已经超出普通食品的概念 其实它这个成分的话 其实如果说口服的话 这个其实是没有用的 人家说酸酸的营养都确定 在华西生物 漂亮财报的背后 暗藏着销售费用的大幅增加 财报显示 华西生物前三季度的销售费用 为6.45亿 同比增长98% 占营兽的比例高到40% 与之相对应的是 研发投入的减少 2020年前三季度 华西生物的研发投入 仅为9,551万元 仅占15.96亿 营兽收入的5.98% 重营销 轻营发的帽子 被媒体勾在了华西生物的头上 口服玻尿酸 到底是不是智商税 需要大家自己做判断 但是磨刀厚厚的玻尿酸企业 早就把手剩下了下一个千亿市场 去年 华西生物正式进军宠物用品市场 推出了宠物玻尿酸护理产品 新一轮的收割之战 或许正在打响 今天这期视频 电商五环军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别忘了点赞 关注和转发 咱们下期见